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今次Cosmo Beauty Panel我會跟大家開箱 最近不少的時裝品牌都推出了美容產品 就像Sara之前跟Jo Malone的調香脂推出了一系列香水 在聖誕前夕他們都推出了Evan Calendar 裡面的東西都是包羅萬有 然後第二個好消息就是GU一個日本的時裝品牌都宣佈他們會推出一系列的美妝產品 事不宜遲我就馬上跟大家開箱 先跟大家介紹了GU全新的For Me Collection 這個系列總共有四件產品 首先有唇膏、唇彩、眼影膏、Face Palette 他們主打是價錢七文 每一樣平均都是五十多元左右 他們採用了一些低敏和天然的成分 所以就算敏感肌的朋友使用他們都說很OK 加上我有認真看過他們的包裝 是真的Made in Japan 好,那我就先試他們的Liquid Eyeshadow 它總共有幾種顏色 我就試一個大家比較常用的珍珠白色 其實它塗出來都是很閃的 你現在看到的話 而且每次用的份量都很少 而且我最喜歡它的質感 你可以自己製造 如果你覺得不夠閃 我再鋪多一層就會更加實色 好,然後就試他們的唇膏 其實我就這樣看它有點像潤唇膏的質感 其實比我想像中覺得好 甚至我覺得它是超越很多一線的大牌子 而且以它幾十元的價錢來講 我覺得它顯色度夠 而且夠滋潤 不凸顯純紋 它還有一隻lip gloss 它就這樣看下去 我覺得有點像Dior的lip gloss 也是一個nudy的粉紅色 是有點小驚喜的 為什麼呢? 是因為塗完嘴之後 它有一點點薄荷的效果 就可以令到唇唇看起來再膨膨一點 再豐滿一點 它的感覺真的很像Dior的lip gloss 還有它lip gloss的質地 很多便宜的lip gloss 你都會覺得很黏黏黏 很厚 黏著嘴唇的 但是它的質感有點像唇油 是一層油很薄的 最後一件產品 就是這個face palette 我試一試它的粉質 看看有沒有細小 我覺得它的眼影粉 相對沒有那麼顯色 對比其它產品 表現是差一點的 好 再來要介紹的 應該是大家都很期待的產品 就是Sara 成 Jol Malone條香絲的Evan Calendar 聽說在很多Sara的門市 就已經賣光了 如果大家還想買的話 暫時online還是有貨的 都可以馬上去看看 先說一下這個Evan Calendar 裡面有什麼 它總共有25款的產品 包括有8個蠟燭 然後有8支的body lotion 還有body wash 然後呢 2 3 4 5 6 7 8 9 有9支香水 這支是它們新的味道 就是和Jol Malone條香絲 聯手去創造這個新的 紅西芹的味道 但是那個西芹味真的很出 所以視乎大家 喜不喜歡吃西芹 如果喜歡的話 都不會覺得這支味道是很抗拒的 好 大家可能心中有點小移民 這麼便宜的香水 如果和Jol Malone的比較 會不會那麼持久呢 以用家的身份來說 我就是覺得 其實和Jol Malone的持久度 真是不相伯仲 所以以一個這麼低價錢 入手到他們同樣調香絲 調製的香味的香水 我覺得我覺得是非常之划算 的